以太極圖案碗为特色的牛肉面 让民众一次可以享用两种汤头 还有摆盘与小菜都讲究的面套餐 宛如艺术品 更有曾获得冠军 在牛肉面界脱颖而出的好味道 全聚集在牛肉面国际大赏活动 角逐宝座 台湾牛肉面是国际美食 但是碍于它是荤的 所以吃素的朋友们 就没有办法来品尝这一道台湾美食 所以我们就跟他费了一些苦心 用做荤食牛肉面的方式 来完成这一道素食牛肉面 所以由荤食店推出的素牛肉面 我们应该是第一家 那庶民朋友们也觉得 由荤食店做的素食没有素味 好吃 现在是奔乡走告 我们选取的肉就是植物肉 那有一些像是香菇梗来做成素肉也蛮不错 甚至用大豆蛋白拉湿的 还有一些它特制的一些人造肉 这样方式就完成 几乎是它的还年度达到90%以上 现在吃素的人感谢我们 他说让我们能够让他吃到牛肉面的感觉 甚至有些有分转素的朋友 他说终于让我回到原来的吃牛肉面的感觉了 那位在国家图书馆的里面 那我们的大师他所做的牛肉面 是番茄牛肉面 是属于比较健康的 然后呢都是手工做的 面也是自己做的 那因为牛肉面算是台湾的文化 那爱台湾我们就是必须要有一些爱台湾的表现 所以今天特别来参加这个牛肉面大赏 那主要是说把牛肉面呢 我们一起来共襄盛举 牛肉我们今天有分了 有牛腱 牛筋 牛肚 还有手工的牛肉 手工的面 还有小菜都是手工的去雕花的 这是特别为了这一次牛肉面大赏来做的 我们是在2020年参加那个牛肉面比赛 得奖冠军牛肉面是番茄组的 那我们家特色牛肉面就 我们有别于一般 它是用红烧 番茄 那我们店家所采用的是这个清炖 那个番茄 然后就是没有什么红烧啊 乳包的味道 那纯正天然 番茄风味 那比较浓郁 番茄喝起来是很纯正很浓郁的番茄风味 然后搭配这个澳洲的牛腱子心 那这个可以享受到那个比较纯正的风味 那我们的面条是搭配日式的那种拉面条 细的拉面条 那这样子比较能够吸附那个番茄牛肉的汤汁 在吃面 在吸那个面的时候呢 会更能够充分的吸附在那个面条上面 商业处与牛肉面交流发展协会办理评选大赛 期盼扶植产业提升竞争力 提供大展厨艺的舞台 辅导传统店面多元经营与行销 邀请业者参加点亮城市美食特色 2022年我们会扩大举办 所以今天只是一个真见的进展会 就有这样的威武 那接下去到8月底到9月份 我们都在在8月底之前 能够把所有的商商麻烦尽量来报名 然后9月份的时候 会在花博取代一个盛大的牛肉面加年华 那今年非常的兴奋 是我们终于可以在一个地方 我们来办一个可以品尝的地方 我们希望这一次牛肉面节 可以恢复到我们疫情之前的容景 那牛肉面的同业在这段时间都很幸福 那我知道 因为现在要分料理包跟新食族 因为料理包现在已经成为市民生活的一部分 我刚看到水美姐姐一直在卖牛肉面 所以表示大的餐厅 好的饭店 也都加入了牛肉面的行列 台湾人非常喜欢吃牛肉面 我想尤其台北人特别喜欢吃牛肉面 牛肉面是我们台北各个商圈不同的风景 它在我们的社区里面几乎成为我们平常一个礼拜 至少一四一四的地方 所以我们希望牛肉面所有的业者 他们都非常的用心 如果各位吃过我们的冠军牛肉面店的话 那牛肉面的生意都非常好 所以今天的牛肉面节 接下去它会成为厨师 还有商店 餐厅 镀金 荣耀 也就是得到台北牛肉面节的冠军牛肉面店 生意都会非常好 所以今天的活动非常有意义 那我代表市场谢谢大家这两年来的辛劳 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影响一个崭新的以后新世界 我们这次的活动特色跟以往不一样 以往是以冠军 亚军 巨军为主 我们今年的特色是以金牌 银牌 铜牌 那我们今年又增加一个料理包的先食组为主 因为料理包就是提供大家买回去自己吃 因为这是一个宅经济的一个延伸出来 无论现在的五星级饭店 网红 然后各个店家都在做料理包 然后这个料理包市场非常大 我们今年是以产业辅导为主 所以我们今年的金牌 先食组有分红烧 青炖 番茄 创意有四组 每一组我们都会发出一面到三面的金牌 两面到五面的银牌 三面到八面的铜牌 然后让大家得奖之后拿这个奖项 自己回家自己做广告行销 就是一路金瞻 但是不是每个比赛都可以得奖 那今年我们的牛肉片也是以先食组为主 就是现场比赛牛肉片 你自己带着生肉 带着骨头到现场去熬汤 有三个半小时的时间 提供 如何提供给评审来试吃评鉴 那我们就以金牌 银牌 铜牌为主 今年现场天调非常的精彩 所有厨师一定要有一个很好的经验 并且一个非常非常的稳重 必须要有一个基础 才能参加先食组的比赛 要不然比赛煮出来的东西 三个小时要煮四十几碗是不容易的 参选得奖前三名 与优选的牛肉面店家 9月17 18号 会在圆山花博公园 办理成果记者会与嘉年华活动 另外还有历届得奖大赏余浩牛市集活动 吸引国人关注台北市牛肉面产业 台北市牛肉面国际大赏 正式开跑 记者问军台北不到 好 好 好 然后我们现在讲说台北市牛肉面国际大赏